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班底或者有些票他们俩合在一起确实是很难对付 因为连马英九吴敦义这样子显然都已经打平手了 所以这个民调出来我相信促使民进党内部一定要促成蔡苏蔡啊 当然我很难想象蔡苏了这个因为到底是年龄或者资历的关系 所以可是这个组合确实是在民党里蛮强的 可是我在这里要特别说的就是蔡英文的这个潜力问题 因为从这个民调里面你可以从这个民进党内部跟民进党跟国民党这个对比民调里面 很明显你会发觉蔡英文其实哈不会 呃她会节节升高的 她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最重要的是她两个这一次选举的style 就是她在台北线选举两次选举 她她的选举跟民进党的选举非常非常不一样 哦有的人说她根本不会选 可她就是这个不会选的选法 比较斯文的选法 甚至于不是高喊口号的台语也不是说的很溜的选法 让她民调变那么高 让她输的在台北线输的那么少 这个呃要这个要我们未来要仔细的观察 第二个就是她不做她不太做负面选举 这一点上次的选举非常明显 也就是她口不出恶言 嗯哼 这个态度跟满酒有点像 非常非常类似 所以今年这次的总统选举应该是从有民选大选直选总统以来 最温和最和平 我相信即便苏贞昌去聊播蔡英文 那呃恐怕呃蔡英文的回应都是比较软的 所以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一次的软调子的竞选 这其实是好现象 嗯哼 也许会转到政策面 也许会转到不要再有意识性 这点我不现在看还太早 可是至少从呃 现在这个民调的显示 选民对于这个温柔性的 这个呃不是很激情性的这个选举 呃我觉得呃选民有一个显然有一个改变的一个态度 姚老师你这种讲法好像这个 这个苏贞昌已经收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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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严重啊 最后我说的是蔡英文的潜力无所谓 潜力无所谓 对姚老师强调说 因为蔡英文他的选战风格跟他的政治风格 其实跟传统的政治人物民进党内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他的后续其实这个观察的面向跟空间好像也不太一样 在新北市 可能我看到的文轩跟姚老师看到的不是那么 哈哈哈哈 蔡英文基本上他这个 他自己不会出手 对不会出手 他要下面的人去出手 好那你看朱立伦在桃园县堂那些东西 通通被挖出来被爬奔什么的 其实我也没什么意见 那后续是什么呢 嗯哼 对你看马英九 他们这里要去修理谢长廷的时候 马英九也不出手了 叫布袋墙去出手 这罗世强啊 他影射 谢长廷的夫人说他说人家是布袋枝啊 证据在哪里 没有啊 可是罗志强获得重用了没 所以我们要谴责这一种 我举一个之前前一阵子的例子 管碧林啊 这个民进党立委管妈 通过我那个101的烟火 蔡国强又怎么样怎么样 就搞半天弄错了 你有看到管碧林出来讲什么吗 所以我说 我不认为蔡英文这种方式 会是改变什么选举文化 到了总统大选的时候 一定通通搬出来 我讲个例子当我的结论 绿卡呢 是不是到时候没东西打 又把马英九的绿卡 再拖出来再打一遍 这个是可以期待的 好文家怎么看的 我想民进党传统的支持者 他们期待有新的角色 可以来诠释他们的旧价值 这是他们一种非常集体的一种 共同的政治潜意识 可是中间选民或是浅蓝绿的选民 又希望有一个新角色 能够带领民进党创造新价值 那蔡英文就是这个新角色的 双边的共同交集 所以台湾在说新变速 这种新鲜感 的确不是只是人的新鲜 他背后还有一种不同的政治期待 对一种图现跟交集 那另外民进党 除了说表面上的蔡淑之争 其实幕后还有很多人 那些派系的龙头 代理人等等 所以他隐含的是世代路线 跟派系的三重的纠葛 那从这角度目前来看 民进党还是会以蔡英文 比较能够在这个世代 路线跟派系上面得到 比较大的所谓集体共识 我提醒大家就是我过去有个观察 不是科学性 就是说政党轮替大概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叫抛弃型 就是这个现况我才是太讨厌了 立刻丢了丢了再说了 但是换来的东西未必更好 那第二种叫做升级型 说我们真的换了一个更好的 一个治理绩效的一个政府 那第三种就交换型 说这个我们换了一个政府 可是政府可能十个政界里面 有八个我很讨厌 可是里面两个对我太重要了 我宁可舍八换这二 那这三个情况来看 其实对于未来就是说 新的广大的中间选民的区块 他们是有理性的计算 跟很痛苦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未来两党都必须 尊更更尊重 中间选民的集体理性判断 好所以说接下来这样的两党 该要怎么样去打 先看到的是这个年底的 立委选战的部分 而也看到了这蔡英文呢 其实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也让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关注 而在这另外一头 蔡英文现在是民进党的这个明日之星 但是在国民党这边 又该要怎么样来应战了 来看到这个林权会呢 之前所通过了这样的 包括立委跟这个总统的提名办法之后 国民党的这个不分区的立委动向 现在在年底的这样的一个选战当中 也有传出各种的这个呼声出来了 好还有各种的这个不分区立委的动态 包括像是罗淑雷他现在的原本的不分区立委 他现在是传出有意要转向 他也要来挑战所谓的区域立委了 可能会转战台北市的这个中山松山区 他对上的就会是原来在国民党这边的立委是蒋孝言 而除了罗淑雷之外呢 还包括像是洪秀柱以及郭素春 好这两个在这个国民党内的不分区立委 其实也都狭带着这个高知名度 好也有可能会转战区域立委了 而区立委都在新北市的第九选区是洪秀柱 可能会对上原选区的林德福 而郭素春呢在新北市的第一选区 如果这投入下来的话 就会对上原选区的立委吴玉申 好这样的现象我们要该要怎么样来看 国民党又接下来要怎么样去打这样的选战来迎战呢 东豪 其实在国民党这次来讲会有很多的困扰 因为这个不分区立委是一个重要的述宫道 但是有这个两任界嘛 就不得再继续的 那其实不只是表列的这些人 据我所知这个像这个张晓晓张委 他应该是已经决定了也找好选区了 你说张晓耀 对他是不分区 但是他已经找好 他是还没有两界的 那这该怎么办呢 因为他会遇到国民党现任的这个立委 要不要连任 要不要进行连任 然后他也知道民进党的对手是谁了 大家情报其实都很清楚 那这就涉及到说我们在看一个政党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 那政治人力里面有一种就是说 你有没有协调的能力 因为如果协调不好就会很多的纷争 所以协调人力也是政治领袖里面 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会很好观察 那在国民党来讲 其实因为表列的有一些委员 我先不要讲名字 我听到有一些消息是说 大概有一些立委本身 可能就不想再继续选下去了 那可能所以他在区域 部分区域会比较好这个 比较好解决 可是国民党现在最大的压力来自哪里 来自于说五都改选过后 有一些这个原来的是这个乡胜市长 实力坚强 那也没有担任区长 也要投入区域立委选举 所以包括新北市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其他地区也好 都有现任的立委 认识的现任立委 已经决定不选了 他也不转不分区了 就退出了 回家 回家去了 回家住铁啦 对 没有回家住铁啦 他是生活不予匮乏 所以啊 在这些状况里面 比如像这个民进党有一位 这个前立委 本来在新北市 新北市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他应该 他自己原来的选区 那一方面呢 他在这个选举过程中 犯了一点错误 二方面他发现说 原来他未来要面临的对手啊 比现在的国民党立委还强 所以呢 他也转到其他的选区去 比较 觉得比较有把握的 所以状况非常的乱 那这个乱呢 你就要看说 因为我们对我们一般来讲 我要观察重点是不分区立委 所以你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你是把不分区的立委 拿来当书宏道 还是说 你在现实跟理想之间 你能够提出一个 相对比较好的名单 这个才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至于说 不分区立委 你要去选区域 区域你要去当不分区 都没意见 但是我要看的是 理想跟现实的协调成分 那个比例啊 木瓜牛奶啊 你的调配是怎么样的 好 所以说到底这个比例怎么调配 还有哦 这个所谓的 接下来这个立委选区 到底该要怎么样解决 是否也是呢 之后要接下这个烫手山芋的 这个料料也 它第一个要所面对的难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调论